这是1985年苏联特工抓捕内鬼的真实影响 画面中这位男子名叫托卡奇夫 他是苏联电子工程师 也是美国中情局最成功的间谍 在苏联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 他连续七年向美国提供了八千多张情报 里面设计各类局面项目 仅凭义气之力 就毁掉了苏联整个战机工业 甚至间接导致苏联集体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被捕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85年 美国中情局一名重要的情报人员突然叛讨苏联 随即托卡奇夫的内鬼身份暴露 特格勃在接到消息以后 很快就展开了抓捕行动 为了保证行动顺利 他们特意设计了一场小型车祸 想要利用现场的混乱状况来一招出其不意 8月6日 托卡奇夫从外面度假回来 正和妻子驱车回到莫斯科 途中路过了事故现场 反谍成员乔装成交警拦住车子 要求他下车问话 此时托卡奇夫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踏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圈套 所以全程都十分配合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拿好证件 大不留心地朝警车走去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已经悄悄尾随了一名黑衣男子 只见男子提前从口袋里 掏出事件准备好了毛巾 缓缓靠近托卡奇夫 随后蒙的一下勒住他的脖子 将毛巾迅速塞进了嘴里 紧接着其他人也一拥而上 几个人直接把他抬到了面包车上 在车上 反谍人员对托卡奇夫进行了搜身 他们担心他会服毒自尽 因为克格勃曾发生过一起 著名的奥格罗德尼科事件 是苏联的一名前外交官 由于在抓捕行动中 没有注意到间谍身上配有毒药 导致还没有来得及审讯 就功亏一亏 看到托卡奇夫突然被带走 他的妻子一脸懵 不过很快他们也被请上车 一起前往总部接受提审 托卡乔夫对自己出卖情报的罪行 供认不讳 但始终不愿交代具体细节 他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 我是间谍 随你们怎么处置 这是1985年 苏联特工抓捕内鬼的真实影响 画面中这位男子名叫托卡奇夫 他是苏联电子工程师 也是美国中情局最成功的间谍 那么托卡奇夫到底泄斗了哪些资料呢 他又为什么会投敌叛国呢 事实上 托卡奇夫作为高级工程师 平时的条件并不差 收入破风 待遇优厚 单位还给他配了一套豪华公寓 但他觉得这些和付出的心血相比 根本不值一提 长期对金钱的渴望 再加上他的爸爸曾被流放 丈母娘被处决赐死 他一直心有怨气 所以产生了报复心理 从1978年开始 他就经常跑到美国大使馆附近闲逛 主动售卖机密情报 七年的时间里 他为老美提供了8000多页情报 里面包括米格系列战斗器最先进的电控 和躲避雷达的监测技术 以及各种导弹的具体资料 全都是苏联当时最尖端最先进的技术数据 由于他传递出的情报太多 一直到90年代 老美都没有翻译完 要知道 当时还是冷战期间 托卡奇夫所做的这些相当于 把苏联的秘密武器全部公开展示给老美 不仅为美国的军费开支 直接省了100多亿美元 也让苏联的防空网直接成了摆设 甚至可以说 当时的苏联战机一经服役就已经过时了 后来审讯员成功说服托卡奇夫的妻子 让他出面做丈夫的思想工作 没过多久 托卡奇夫便主动供出了自己的上限 克格勃再次实施行动 很快就将潜伏多年的间谍 斯托姆成功抓获 当时的斯托姆还手提两个塑料袋 估计刚从超售回来 1986年 斯托姆被遣返出境 托卡奇夫则为执行死刑 尽管老鼠时最终还是被找到了 但他对苏联造成的破坏 却是毁灭性的 反剑防碟 从我做起 愿大家引以为戒 不要被不正当的眼前利益诱惑 也决不要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